台北市議員徐曉星大動作表明要參選立委 新北市議員葉源氏就表示了 每一個選區有不同的屬性 那麼我可以看到說 關於徐曉星前面有廢洪泰等等的這些狀況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到 2024年最新的民調 青壯拼世代的交替要先戰了 這個部分來看到怎麼說呢 這個資料來源是TPOC的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有提到說關於這部分 看賴清德的研究顯示 跟這個陳建仁的顯示可以看到 陳建仁在這個聲量上面的折數 是不斷的往上攀升的 跟比起賴清德來說 好像起色上面就差了很多了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賴清德目前身兼副總統 民進黨主席兩個職務 要如何吸引民眾的注意 獲得美光燈的青睞 並且維持討論度 還是最大的考驗 不能一直持續持平 沒辦法超越我們綠色的陳建仁 再往下看到這部分來說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提到 2024年民進黨人選 現在看起來就是賴清德了 但是也不一定喔 因為蔡英文並沒有放棄陳建仁喔 這還是一個不穩定的因子 前立委神父雄也提到 侯友宜 他未來的動作沒有人猜得準 因為關鍵不在侯友宜 而是在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捨不得說出一句關鍵的話 叫做我不選總統 如果能夠如此呢問題就解決大半了 但是朱立倫就是捨不得講這一句話 所以感覺出來朱立倫還是有總統夢的 往旁邊一看 關於2024年挑戰立委 你看好誰 我們可以在聊天室一起來聊一聊 關於這個立委的部分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 許巧欣對上了費洪泰 是目前支持度來看 雅虎奇摩截至2月4號 許巧欣73.6% 費洪泰是13.3% 往旁邊一看 再來是郵書惠對上高加瑜是52.5% 對上31.3% 最後是由張思剛對上吳思瑤 是61.1% 跟19.8% 不過這目前的民調 還不代表是最後決定 我們往下面看到 關於名嘴郭正亮說到 許巧欣還是要注意 45歲以上的選民 即便他現在是暫時領先的 因為費洪泰的組織基層 真的很深 但是呢 許巧欣在40歲以下的選民呢 就表現得非常好 是一面倒的 台北市議員呢 許巧欣 現在大眾做的表明說要選立委了 那麼 新北市議員 葉原志就表示了 每一個選區有不同的屬性 許巧欣面前有費洪泰立委 加上對黨內初選的不確定 才會這麼的強切的表現 那麼自己只要證明自己的能力很強 有機會願意爭取 在我們選區 我們本來只有兩個立委 都是民進黨 當然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應該要把那個立委起事 幫國民黨拿回來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能夠幫新北市多國民黨立委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 我們要盡的責任 那對我們個人也是 如果能夠增加國民黨戰力 也是不錯 所以當然我覺得 有機會是要可以試試看 好 那這個問題 表態了 表態了 是 是嘛 對不對 什麼叫有機會 現在就有機會 就是啦 現在就有機會了 但是我覺得呢 就是說為什麼 大家會覺得 台北市怎麼忽然間戰雲密布 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當然藉由這個機會造勢 像徐曉昕 他的狀況 跟我狀況就不太一樣 他的狀況是因為 他前面還有菲鴻太 就是有一個現任的立委 擋在那裡 所以他必須要展現出 他非常積極 而且動作很快 而且很強硬的態度 對我來說 我就不會喊出世代交替 因為並沒有另外一個世代在那邊 我就只要證明說 我很強就好 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現在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的 有異議更上一層的候選 可能對於黨 能不能推出一個公平的制度 會抱持一個存疑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賣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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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